这一次咱们用听的方式打卡一条老街 全长17.3公里的川泽河从城区蜿蜒而过 位于川泽河东段的常德河街 历史上是繁荣兴盛的大码头 2016年 常德市复原老河街风貌 建成以老常德时期河街为原型的常德河街 打造及旅游、商业、文化、历史与一体的记忆古街 展示常德高腔、常德思贤等 当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常德思贤是常德地区的一种独特的说唱艺术形式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常德思贤的表演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走 进入现场表演者声音婉转 情声悠扬 时而如溪水缠缠 时而如春风轻浮 它们交织在一起 编织出一幅幅动人的音画 因为我们常德话是北方语系其实也很能够容易听懂 但是我们和普通话最大的区别是我们那个翘舌音比较少 我们平舌音比较多 比如说说话我们是缩华 方言演唱和弦乐伴奏的搭配让常德思贤极具地域特色 看似简单的一腔一调 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不同于戏剧表演者直接扮演一个角色 常德思贤曲艺表演者则需要在说唱穿插之间衔接自然 做到说中有唱唱中有说 枪从自出应随运转 这非常考验表演者的功底 转过街角我们被另一阵高亢激扬的唱枪所吸引 舞台上演员们正在排练 他们的声音都伴随着动作跌宕起伏 充满了力量与激情 常德高枪是在湖南常德原始祭祀歌舞等乡土音乐的基础上 不断吸收明代易阳枪 青阳枪等早期戏曲声枪而逐渐发展成熟的 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其独特的唱枪与方言紧密结合 展现了胡乡人性格的利落直爽 这个声音它也是代表刻画人物的 我就不能 年少的君家 你看它就年龄一大了 它要刻画人物 二八嘛 十六岁 年少的君家 游戏在三门 就这种 根据不同的角色 然后用不同的声音 对对对 当思贤最后一音落下 当高腔最后一场落幕 这些古老声音的腔调 不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 它们更是地域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生动体现 因为它们的存在 让那些一脉传承的非遗戏剧和曲艺 在流淌的时光里重新绽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